台北市的工友零售 这个资料的话当然 如果你要找到原始来源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从我的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白板上面这边一样有一个解答 比较详细的解答档 你们可以把它打开来 基本上这个资料来源 这边有个连结 实际上是来自于台北市的资料大平台 也就是这个资料大平台上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资料 你们可以在上面找 如果你要练习分析资料 或者是绘制那个枢纽分析表 上面其实都有 你可以到首页里面去找一下 它其实 甚至可以去做搜寻 比如说你要找哪些相关的资料 像后面其实有个切到 比如说我想要分析切到按键的话 那你可以打个切到 那这边就会显示出一堆 那只要那个资料格式 它是CSV的 你都可以把它下载 那直接用以色的打开 就可以拿来做枢纽分析的 所以其实这边有非常多的案例 假如你要了解枢纽分析的使用方式的话 这边其实就有蛮多的相关资料 包含就是说跟治安有关系的 像什么网路报案这边也都有 还有侦查绩效等等的 这一大堆 只要是CSV的 那以目前看起来 这个开放资料 这个叫开放资料 网路上的开放资料 像儿童犯罪人数 案件及性别 或者跟大家 这个工作比较有关系的 台北市的 像什么家庭暴利 那个相关的 其实这边也可以输入看看 应该有蛮多资料 可以拿来做这个练习的 OK 那我们主要是先找到那个公有零售市场这一个 并且把它下载下来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 其实它的位置就是在这个 所以你可以输入什么零售市场行情 那把这个下载下来的话 不过它这个地方 你可以展开更多 它实际上是分成2019年的资料 然后它是把它分成好几个档案 总共有2467个档案 我印象中好像我是把这7个档案合并在一起吧 OK 所以会得到这个结果 或者我看一下 这个是1月份的Ctrl向下 到7月份 那我理论上应该是下载这一个 就这个档 其他的话后面资料 如果假如你有兴趣的话 甚至你可以把这些资料合并成一个 就是说2019年的全年度的零售的市场 行情资料 然后再做分析 结果应该会不一样 那 再来的话呢 我们有资料 我们也把资料下载下来了 当然呢 未来如果说你想要更自动化 现在有一个蛮重要的技术 就是所谓的爬虫 那爬虫的话就是说资料也许在网路上 也许在云端上面 那假如说我每天都要去把它抓取 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不想抓取 我直接就可以 直接透过Excel Excel其实里面有爬虫功能 我可以把它直接抓到Excel里面 然后再做后续动作 就不用说每次都还要再去更新一次资料 那这个当然了 你可以利用像那个什么 Excel里面其实有个功能 就是资料里面的话有一个叫什么 从文字资料CSV 那我只需要什么 把刚刚那个网址提供给他就可以了 那以后的话呢 我甚至就可以不需要说每次都去抓一次 我直接把那个名称给他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名称 顺便讲一下 其实这个档案名称在下载这个 我是点下去他就会下载 没有他就下载 但是如果你不要点左键 你点右键 然后呢你可以怎么复制连结网址 你复制这个连结网址的话 那你就知道说原来他 这个网址在网页网路上面是什么位置 那其实我只需要什么 把这个网址复制下来 复制一下 然后呢贴到这个档案名称 他就会去网路上就帮你抓下来了 也就是说他其实具备有这个功能 但你会发现这个网址就是https 他就会到那台主机上面 帮你把那个档案抓下来 所以你开启 理论上应该会连到那个网站上面去 这个时候应该会跳出画面 问你说你下一步要怎么处理这个资料 放在哪里 诸如此类的 他现在连线了 那如果假设那个档案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就把它连结 并且把那个档案下载下来就OK 那并且甚至这个背后呢 可以把它写成程式 以后甚至一个按钮按下去 那就可以把资料抓下来了 OK 不过我想这个等于是后续了 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了解 那第一个资料有了 第二个的话 如果我要利用苏纽分析表来分析 那分析的需求 就是我希望呢 找到2019年1月1号 哪个市场的轻充价格最便宜 并且绘制出类似像这样的这个图表 那最后需要就做个排序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需求里面的话 第一个 上面呢 日期是2019年的1月1号 然后呢 底下的部分的资料 一定是哪个市场的什么轻充的 特别是哪个市场的轻充价格 那我希望这个排序的话是由小到大排序 那并且帮我绘制出这个图表出来 那这个图表是2019年的轻充价格的直条图好了 OK 那绘制的方法我来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跟刚刚的那个做法蛮类似的 那第一步一样先确认说你的第一列是不是栏位名称 建议是就放栏位名称 就不用再做另外的其他动作 那我们把游标放在这个范围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插入 suno分析表 OK 然后按确定 OK 那不过跟各位讲 因为我用的版本是最新的 那个office的365 所以如果你用的版本比较旧一点点的话 可能 其实动作差不多 但是也许它放的位置有点不太一样 那可能稍微找一下 理论上应该都是有类似的功能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20 先把那个最主要的先完成好了 哪一个市场 所以呢哪一个市场的话 我们就把上面这个市场主要的是放在列 所以我主要分析说哪一个市场 OK 好 那你会发现它就会帮我把所有的市场 通通都列在这边 有点像把这边的资料本来是两 市场部分Ctrl向下 本来是2万多笔资料 的资料 它就有点像移除重复 留下的就是不重复的那个市场名称 然后留下就是这些些 OK 总共有大概接近快十几个市场 然后呢 第二个重要是说 那我要分析什么 分析它的那个青葱价格 可是问题青葱 它是在品名里面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在品名这个栏位里面 那当然不是只有青葱 还有胡萝卜 胡萝卜 空心菜等等的 那我如果说只是单单要 这个青葱的这一个产品的话 那该怎么做 第一步 我们把那个品名 拉到这个蓝的地方 那你会发现 因为它是以蓝的形式呈现 所以你会发现它在向右 那可是问题我不是要全部啊 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品名里面有这么多 那我只要轻冲 其他不要 那怎么办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只要轻冲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蓝的上方有个箭头 这个箭头的部分 就是可以让你做筛选 也就是说你要的留下来 不要的就把它取消 所以一般的话呢 我就点击这个箭头 然后呢 把全选打勾取消 再把轻冲打勾就可以了 也就是我只要轻冲 其他不要 OK 所以按确定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有什么 有哪个市场的轻冲 再来就剩下什么 价格 所以哪个市场的 什么东西的价格 那价格在哪里呢 价格在这个平均 一公斤多少钱的这个蓝位 所以把它拖拉到值 所以拖拉到值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预设是怎么样 它的预设我讲过 如果你这个蓝位里面放的是数字的话 你只要拖拉到值 它的预设一定是加重 可是我现在呢 并不是想加重 我现在只是想要算一下平均价格 就是说在市场里面的平均价格应该是多少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我只要再点一下刚刚一样 刚刚是计数嘛 所以我把这边改成值的蓝位设定 把原来加重帮我改成平均值 OK 这样就按确定 刚刚是计数了 所以你会发现值蓝位设定满足 按确定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这个每个市场的轻冲的价格 做一个平均值出来 但是还有一点啦 比较看起来就不太舒服 其实我说这价格 我不需要取到小数点 其实取到整数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呢 这个显示出来的资料 不要有那个小数点的话 那我们其实还可以在值的蓝位设定里面 刚刚是平均值这边设定 如果你要设定成没有小数点的话 其实蛮简单的 请你把什么 把这个地方往下看一下 这边有个数值的格式 那格式部分的话呢 我就把它改成什么 这有点像是 那个我们储存格的设定 把它改成数值 那不要小数点就是 没有小数位数按确定 那再按确定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就出现了 我们要的 所以越来越接近了 所以一把那个市场拖拉到列 然后品名拖拉到蓝 然后再来把这个平均价格拖拉到值 那记得改两个地方 平均值跟格式 里面的话呢 设定为没有小数点 就是这个地方点下去 数值没有小数点 按确定 好,那这个地方如果设定完之后 其实蛮接近的 但是最后 还有个地方 就是说那个轻冲价格 我希望是 帮我把它排序 那排序的顺序是按照什么 按照轻冲的价格 便宜的在上面 贵的在下面 那怎么排序? 其实还蛮简单的 你记得在轻冲价格的 这个资料里面的 任一个储存格上方按右键 那你就会看到什么? 排序 排序的话呢 当然是要 我们要由小到大 便宜的在上面 所以 这边改成什么? 所以特别注意 请你在这个范围里面 一般习惯是在这里 按右键 找到排序 然后由小到大 OK,然后你把它点击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排序的结果了 按右键 然后排序 由小到大 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 他就帮我把那个 这个轻冲的价格 由最便宜的到最贵的 你可以看到 不过呢 目前的资料是全年度的 也就是说可能 2019 1月1号 一直到7月14号的价格 可是呢 我现在要的 我不是要整个年度 OK,我只要 1月1号那一天的就好了 所以哦 如果你假设 还要再进一步筛选 除了说 哪个市场的 哪个产品的价格之外 你还要多一个条件 就是日期的话 那怎么做 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不是有个筛选 所以 1 2 3 这边4 所以理论上 你将来可以按照这个顺序 1 2 3 那这个4的话 是说 如果你要再把 什么样的栏位 再做进一步的分析的话 你可以再把什么 日期栏位 拖拉到筛选 这个区块 那你会发现 上方就会出现 日期 可以让你下拉 意思是说呢 假如说你要选什么 哪一天的话 我要选这一天 那就点一下 2019年的1月1号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一天的价格 最低就不是还南 那就变成西湖了 当然 他这个地方 还可以多重筛选 有没有 假设你要多天的话 你可以 打勾这个 然后上面还可以两天 三天 有没有 多天的筛选 那其实这样子 基本上 如果你懂得利用这个 数据分析表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 在资料里面本来看不出来的相关的细节 其实可以马上呈现出来 而且可以按照你想要呈现的资料 他就帮你呈现出来了 所以其实 但是数据分析表 我是觉得 这个工具实在太好用了 如果你会用他的话 不管资料量多大 像现在两万多笔 即便是两百万笔 其实他相对的 他也可以很快帮你做处理 OK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2019年的1月 好 那就可以显示出来我们要的结果了 大概长得像这样 另外最后细节部分 有同学说老师 那个 这个总计 总计跟青冲一样 那等于有点多余 那这个也不需要 所以如果是这个总计跟这个总计 我都不需要 不希望让它产生的话 那你可以按右键 他这边有一个什么 移除总计 OK 如果你不要的话 这个地方是可以把它移掉的 右键移除总计就可以了 那这边也是按右键 所以在这个总计上按右键 这边一样有个移除总计 那就不出现了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漂亮一点 其他像这个上面的蓝标签 名称有没有 如果你觉得这个看起来不好看 没关系啦 你可以把它删掉 有没有 甚至你上面可以再改一个 你喜欢的标签名称 也都没问题 那这个列标签可不可以删掉 可以啦 你把它删掉 只是好像空在那里 感觉怪怪的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 希望在上面打一个名称 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再打一下 比如这个是市场名称 比如说你这个当然是可以变更的 可以让这个报表看起来更漂亮一些一些 那这样就产生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树柳分析表 其实这样分析资料 确实是可以很快看出我们想要看到的相关资料细节 而且很清楚 一目了然 不然的话你说2万多笔资料 你要慢慢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还真的蛮困难的 所以也许建议各位找一下你身边 你手上绝对有类似的相关资料 跟你的业务有关系的 或许可以把它分析一下 你会发现以前看不到的一些结果 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OK 好那最后的话 当然啦 如果你看数字 其实或许已经像算是蛮清楚的 可是如果以跟图形比较的话 当然还是弱了一些 那所以呢 我希望说最后一样可以把它绘制成什么 绘制成这种 也许像直条图吧 因为呈现出一个数量 因为其实我们主要是想知道数量多寡 那当然我就可以绘制一个所谓的直条图 那绘制的方法跟刚刚一样 一请你把游标放在这个 这个输纽分析表上方 二的话呢 你可以找到 这地方输纽分析表 那当然我的页面可能长这样 我的版本是比较新的 如果你们的旧的版本 如果是比较旧的版本 找一下一定也是会有输纽分析图 这个功能 不然的话你用绘制图表好像也可以啦 反正就把这个图表给绘制出来 那游标放这边 然后数纽分析表分析 点选这个数纽分析图 它就会把资料带过来了 然后呢 如果只是想要画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直条图的话 那这样就完成了 甚至你可以把它画成立体的 立体当然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OK 平面的 确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再帮我绘制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资料 把它移到旁边 把它稍微扩大一下 稍微调一下 另外的话像这个是叫图例 图例如果不显示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图例选起来 然后按Delete之键 它就会被删掉了 OK 另外的话上方这个名称 你可以改一下标题 比如叫什么 叫2019 1月1号 轻冲价格 价格分析 分析好了 然后这个字的大小 也可以调整 记得点一下框框 然后到常用里面 把这个字颜色换一下 换成红色字 然后我希望字放大一点点 这样子 你就会发现就很快一个简单的图形就出现了 如果你要拿到Word或PowerPoint用的话 其实很简单的 选一下这个图 Ctrl C Ctrl V 第一贴过去 马上就会有个分析图表可以用 如果你要做简报的话 哇 就很清楚了 因为现在的人 说真的 你给他一堆数据说真的 他看得眼花缭乱 你倒不如给他一个很浅 很直觉的一看 就知道这个轻冲价格差别真的蛮大的 尤其是市冬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市冬这个价格会跟其他的地方差异这么大 尤其是你看前面其实都还算比 那后来发现原来这个市冬是在天母 而且那个菜市场好像里面都要装冷气还有电梯的 所以可能因为是不是他走的是比较高档路线 所以去卖到那边的轻冲都是挑过的 而且是最上层的 OK 这个我想 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讲到的这个范例 也许试试看 重点回顾一下 一 插入这个数据分析表 过来之后的话记得 先市场品名 这个地方的话是值的栏位平均 然后格式的话就是数值 那再来的话就是筛选日期 OK 最后的话呢 绘制出一个枢纽分析图 OK 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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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